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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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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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八枝竹花和八枝竹花一樣有五種顏色 可以選擇粉紅色、紅色、紫色、黃色和白色 八枝竹花有幾大束呢?就會去到31至30厘米 31至30厘米就比林海闊過整個人 闊過我 闊過人 人已經很闊,但還闊過我 你的人也沒有30厘米闊 30厘米好像 不是闊過30厘米,30厘米很闊 遮住他人 如果在店鋪自取 去九龍灣自取 限時優惠價是1080-1080元 但如果送貨的話 九龍區是1360元 但如果送到新界區或港島區 就需要1460元 另外還有一個叫自選鮮花花束的花束 自選鮮花花束又是怎樣的? 自選鮮花花束 就可以選擇不同的鮮花 因為剛才那些全部都是玫瑰 主花 主花是玫瑰 如果自選鮮花花束 就可以選擇這個 藍色玫瑰 藍色玫瑰? 黑色玫瑰? 黑色玫瑰? 黑色玫瑰好像很厲害 很厲害 黑色玫瑰適合你 你適合黑色玫瑰 夠裝飾 或者其他時令鮮花 其他時令鮮花是怎樣選擇? 怎樣選擇? 主花除了玫瑰 通常會有茅丹 百合 屈金香 那些 那些是主花 其他時令鮮花 就是這些比較貴的花材 OK 那如果她選擇了時令鮮花 那她怎知道自己會有些甚麼? 其實我要跟她溝通 那為何會特別提及時令呢? 因為譬如某些花 譬如屈金香 夏天 春夏天才有的 不可以在冬天 華耀 屈金香 所以就一定要跟回季節 這個就特別會跟客人溝通 是是是 然後還有就是 會有不同的花 一樣都是有四支 六支和八支 如果四支的話 四支自取價錢的話 限時的價錢就是920元 如果送貨去九龍區的話 就會是1200元 如果送貨去港島區或者新界區的話 就會1300元 你幫我問一下 是否可以送去指定時間和地點 是否另外的價錢 另外還有自選鮮花 這個六支主花 剛才四支主花的尺寸 會有多大呢? 四支主花的尺寸 就是20-25cm 如果是六支主花 尺寸就會26-30cm 如果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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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取 就是 1180元 就是正價 這樣 如果是這個 限時一位價購買 就是1100元 如果送貨去九龍區的話 就是1380元 如果送去港島區或者新界區的話 就是1480元 這就是花束 另外還有就是 有八支主花 八支主花的尺寸 就會寬過林海 寬過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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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5cm 如果去到九龍灣的店舖自取 就是1280元 如果是九龍區的話 九龍區送貨的話 限時一位價 就是1560元 如果是送去新界區 或港島區 就是1660元 這個就是花束 另外就是 你看到我們剛才介紹的花 或者待會介紹的花 那麼漂亮 咦?我還沒有介紹八支主花嗎? 我八支主花不是說了嗎? 說了 說了 你看到那麼漂亮 然後一研究 你想學習又怎樣呢? 咦? 如果想學習的話 Lever Ending Story 亦都有這個插花班 插花班 上貨地點 就在這個 Lever Ending Story 的店舖上課 這樣 貨堂 就有 最多 4個人 2至4個人 這樣 上課時間 就一堂 一堂是多少錢呢? 一堂 正價就是900元 不是 Marketplace的優惠價 就是980元 但如果現在 限時優惠價 就只是900元 這樣有五個日子可以讓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 10月2日上課 完了中秋至第二天 又或者是10月3日 星期日 又或者是10月17日 10月18日 或者是11月6日 有五個 看看哪個日子 你自己適合的 就可以選擇 現在趁這個時間 就可以報名 也可以買花 我想問 那個送貨 那個送貨 是否可以自己指定時間 地點送貨 是的 是的 OK 那所謂新界區和港島區 是否所有地方都送的 是的 除了 離島呢 離島可能會貴一點 離島可能會額外加一點 是的 沒錯 我們再在細節上商討 但是送貨的時間呢? 時間呢 我們是早上10點到晚上6點的任何時間 哦 那也對 通常都是人家上班的時候送去給人 但是晚上就不送的 晚上真的 是的 晚上會比較少 晚上就送不到了 如果晚上就可能大家要自取定 是啊 自取定 但是如果自取的話 又可以什麼時間自取呢? 店舖是開幾點到幾點的 我們其實工作室的時間是沒有定的 所以這個我也會跟客人約 我知道最晚可能是 因為有時候會想 林海彩排晚上 我想趁他彩排 想趁他彩排 送一束花上去給他 可以晚上拿到花嗎? 7、8點的時間 我們都試過的 7、8點都可以的 但是太晚就不行了 其實我還沒試過 沒試過 有時候可能會10點多 或者可能會想吃飯 是啊 所以通常之前已經拿好 OK OK 那大家研究一下 林海是否喜歡 我是否喜歡? 我是喜歡 我是喜歡 自己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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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好美啊 超美 開小攝影師給你看 好啊好啊 你一想我多喜歡 超喜歡 超美 超美 還有我想說 你看到這麼大雜花 這個已經闊過我的人 這一帶已經闊過我的人 但這個是四枝 這個是四枝主花 這是四枝主花 這個是四枝玫瑰 橙紅色那四枝 是 是 對 這四枝 就是四枝主花 但是都這麼大雜 我想說林海很可憐 為什麼 他很可憐 是啊 我們之前有 這個就是鮮花 我們之前做節目有一個 香檢花 有一個香檢花的產品 然後我們打算拍一些宣傳圖 然後我們把番茄花給林海拿出來拍照 然後他說 然後他說 我這麼大的女兒 沒有人送過花給他 我這麼大的女兒 沒有人送過花給我 好美啊 通常都是我送給別人 然後我就很震撼 為什麼 為什麼很震撼 沒有人送花給你 怎麼搞的 正常 我也有 你有做show 然後他最近在做一個舞台劇的演出 我知道 然後有一天在彩排 有一天在彩排的那個studio那裡 然後突然看到有一束花在那裡 然後不知道是誰 然後就是林海買來給自己 不是啊 他買來用來做道具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那些道具還沒回來 所以我們就用著一些海綿膠條 然後就裝著花 就是買花送給自己 不是啊 因為是做道具 因為是拍戲用的 唉很可憐 可憐的小林海 可憐的小林海 唉 你現在是不是喜歡 是啊 自己買吧 好啊 自己買給自己 是啊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花 這裡這麼大 這個就是 四支主花 這裡是20至25cm 是啊 是啊 那35cm是不是很大 其實也很大 大 哇 這個已經很有氣勢了 是啊 是啊 這個非常漂亮 其實說就說四支主花 你看看 你看看不止 它的孔 你看看多豐盛 除了玫瑰其他那些是甚麼花 我有吉緊 這個是吉緊 這是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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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緊的樣子和玫瑰花有一點點像 所以他們擺在一起很配 還有臘梅 這些小花 哪個是臘梅 這個 白色的這些碎花 這個也是玫瑰 不過它是小玫瑰 小玫瑰 其實不是只有四支玫瑰 是啊 煮花就會叫做四支 但其實不會只有四支玫瑰 因為很單調 一定會加其他花 然後這個 鼠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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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然後麻醉木的葉 麻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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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醉木 喝醉木 哦 適合你的 適合你的醉木 沒錯 我們現在在喝酒 我們現在在喝酒 平衡之醉 太好吃了 這個 是的 麻醉木 是的 哦 這樣做一個這樣的花束要做多久? 這個我忘記了 因為不同的花廂會叫不同的名字 而且不同產地又會有不同叫法 所以我幾下都不太記得 因為還有康乃興 譬如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因為外國入口通常會叫康乃興 但大陸產地的會叫大丁 是完全不同名字 丁香 丁香和康乃興是否叫丁香 丁香是另一種 丁香不是花 你沒收過花你不知道 大丁小丁 所以我也不太記得它的名字 然後我剛才要說什麼 不同的名字 還有製作一個這樣的花束要多久? 由紮開始到包好差不多一個小時 哦 這樣很快 是啊 算快 但是因為其實之前我們有很多準備 可能我們又要回來的時候要剪腳要隨次 還有其實基本上所有花都應該要喝 可能三至四個小時的水 才放到一個花速度 已經叫做一個成形 如果不是 因為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它都是一個未開箱的狀態 是 那它未必漂亮的 但是我就要讓它喝足夠的水 它才會開 是 是 是 我有沒有一些例子 這支還未開完 昨天它完全是這樣收起來 噢 喝完水它就會這樣開著 看到這些花 是啊 是啊 反而是要準備好時間 噢 這樣的 是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四支 主花四支 是啊 這個呢 這個是多少支 這個是六支 這個是六支 嗯 拿來看看 好 大力拿給林海 你送給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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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有人送 耶 收了 有人送給你了 有人送給你了 拿開 對啊或者拿開 有人送給你了 有人送給你了 哇 有人送給你了 這個包裝漂亮 很漂亮啊 Body 除小鳳 小鳳姐的Bos 小鳳姐 這個是六支 六支 真的很大 是啊 這個主花是 都是玫瑰 其實全部都是玫瑰 這個不同顏色 這個粉紅的玫瑰 沒錯 這個是 這個是 還沒開完 這個型 是已經開完 這個玫瑰 是啊 每一個顏色 會有少少分別 哇 你看它多大 超大 你看它多大 哇 你綁著這個花海也不用穿衣 是啊 哈哈 剛才變成90年代人 那時候很輕的 花海 只有花海 是啊 是啊 你看看 林海的頭都小了 是啊 頭小了 好罕見 很罕見 罕見 罕見的情況 你看看 這個又有很多不同的花 是啊 這個就說是六支 但是 眼花缭亂 怎麼像六支 這裏 給它正面 給它正面一點 你看看 是啊 嗯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花 這個也是 康買興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花 這個也是吉梗 這個吉梗跟剛才那個 那麼不一樣 那這個呢 這個是吉梗 這個是日吉梗 這個是日吉梗 是啊 是啊 這支應該是未開完 這支開完 你就會看到中間有些 哦 哦 開完是這樣的 原來 沒錯 這個也是玫瑰 小玫瑰 這個也是小玫瑰 剛才你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小花 這個小花 這個叫辣梅 這個叫辣梅 哦 是啊 這樣 那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綠枝莊 不是 這個就是綠枝主花的莊 是啊 其實 但其實總共有幾個花 你們有沒有數過 還是沒有理 你已經 應該是多少 30個粒 6支加 我真的沒有數過 就是沒有數過 你們是怎樣決定這個組合的 其實就是放多少花 還是插進去看形態 其實是看樣子 是啊 主要看樣子 所以我都 那個size 為什麼有個range 因為可能也有少 要看一下一些花材 那譬如我選了這支花 跟它大支一點 或者選了這支花小支一點 那它就會有個大小的差異 是 我就這樣拿了數 已經數到27個 27個粒 27支 是啊 是啊 我們再看看這個 再看看這個 這個直人 嘩 你看Alvin 他遮蓋它 那些葉心影 法子說那些葉心影 是啊 心影的 哪一隻 這隻 尤家里 哦 好厲害啊 是啊 證明法子想要 是啊 買給法子 法子你是不是想要 法子 法子你是不是想要 你說 你說 雖然你今天沒有做節目 這個 剛才那個心影葉是什麼 尤家里 尤家里 那個 嘩 是啊 沒錯 但是尤家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種 剛好這一轉回到的品種 就會是小一點 但是那個是心影 嘩 好特別 然後就是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紫色玫瑰 是啊 紫色玫瑰賣給我 哈哈 但是真情先生 真情先生 大家有沒有看過玻璃面具 這個紫色玫瑰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紫色玫瑰 我沒見過紫色玫瑰 我只是看漫畫看過 我沒見過真的紫色玫瑰 現在給你了 我剛剛拍攝鏡 對 我給林海 這個送給林海 你送給林海 原來沒有人送花給林海 哈哈 耶 你送給她 謝謝 送給她 送給你 你看看 喂 你看看 這個可以不穿衣 這個 這個不穿衣 這個可以穿衣 這個可以穿衣 真的遮蓋 遮蓋 果然比林海整個人寬闊 這個就是八枝莊嗎 是啊 這個八枝莊是 八枝莊來的 是啊 不是啊 八枝主花 好像拿了幾集花 不是 再強調一次 四枝、六枝 八枝是主花 不是只有那幾枝花 但是 這麼大枝? 好大枝啊 好大枝啊 好大枝 你送這枝花給林海 你再跟她說 一會兒出外面不用穿衣 我們借住了 這樣 那她一定會收 因為她沒收過花 不是 她上次就跟我們說 還沒收過花 你忘記了 是呀 然後她彩排 買一束花給自己 買給自己吃 道具 什麼藉口也好 你看 這個就是玻璃面具 裡面描述的紫色玫瑰 真的好美 紫色玫瑰 紫色玫瑰 其實是否很少有 漂亮的顏色是少有的 因為通常都比較厚 那些紫色 比較厚 是呀 偏紅 應該這樣說 是呀 可能我其實見過紫色玫瑰 是呀 但其實我以為那些是另一種黃色 變成粉紅色 會比較像 這個真是很 這個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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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紫色玫瑰多漂亮 是呀 你看這個紫色多漂亮 是呀 這個淺紫色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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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漂亮 紫色玫瑰 這個紫色其實比較漂亮 偏紅就會比較難搞 是厚一點 是厚一點 我自己覺得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還有這麼大束 這麼大束 你看看 淋開她不穿衣 淋開下一次試試 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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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呀 你只要整個節目 一邊拿著紫花 沒有人知道你有沒有脫衣 哈哈 然後你說自己脫衣 你坐在那裡 你一直坐在那裡 拿捅著花 然後你說 我現在沒有穿衣 那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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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聽過這樣的拒絕方法 不用了 這個八支玫瑰 八支主花 八支紫色玫瑰 對 然後另外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花 一樣都是 我都看到吉梗 嗯 我都看到康乃興 沒錯 然後我看到 那些小的花 叫什麼 臘梅 我們看到臘梅 是 然後也是看到油加利 是 配襯起來 這些油加利也有不同的 它不是心形的 一樣的 不是 這裡看到有心形 哦 這裡看到有心形 對 這些就是心形 酸味草 對啊 對啊 有看到酸味草 那是 你笑什麼 很開心 他還沒有過笑 你看到他沒有怎麼說過話 你笑什麼 開心啊 這些是給別人的 我知道啊 但是拿著也很開心啊 哈哈 我知道啊 這些是貨板 還是給別人的 是啊 會啊 知道啊 說清楚 待會你不要拿著走 不會啊 因為我們跟別人交代不到 哈哈 所以做節目已經等了很久 又不斷碎他買東西 然後偷走他的貨板 哈哈 整個賊兜 沒有啊 提醒你 沒有啊 剛才是捧給你的 你知道嗎 是交給你 不是送給你的 你記得了吧 記得 好 那就是花束了 我們有沒有照片 那個自選 自選的花束有沒有照片 我們看看自選的花束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花 乒乒乓菊 只是白色的 乒乓菊 乒乓菊 很有趣 圓滾滾滾 圓滾滾 我想問他那個球 他是一個個細花 一細細花 組合成一塊 還是 它是菊花 其實每一塊都是花粉 沒有花粒的 這隻菊花 OK 會有幾大個的 那個球 我想 有沒有手掌那麼大 拳頭 我的手掌 沒有 沒有那麼大 拳頭 握了 好像冰冰球 真的好像冰冰球 真的好像冰冰球 好漂亮 這種花 我也少見 還有呢 其實不是很想見 很想見 但我已經住在花墟 但我走過我沒有看 我只是走過 我不會看 這是什麼花 這個是 這個客人選了白盒 和小玫瑰 八盒 震小玫瑰 對 這個是什麼尺寸 好像很大 這個 這個不止八朵 柱花 如果兩個加起來 我都 看看 我八盒 應該用了四支 還是五支 因為一包 一買就是這麼多支 然後 小玫瑰 我想我用了兩至三支 但小玫瑰 看上去很多 因為一支 是很多個粒 是 那你就會令它覺得很大粗 是 是 好 接著還有沒有想看 還有沒有想看 這個是 咦 這個是不是玫瑰 這個是吉梗 但是這隻叫做特別吉梗 特別吉梗 是 紫色那個 紫色那個是吉梗 是啊 它是大 和我剛才看的吉梗又不同 沒錯 不同品種 為什麼吉梗的樣子這麼善變 因為不同產地的樣子會不同 這個台灣的 它簡直的名字就叫特別吉梗 是啊 或者它叫卷邊吉梗 哦 卷邊 卷邊 卷邊合理很多 哈哈 因為每個叫的叫法都不同 是啊 你跟它訂花的時候 可能你要跟它說 我要特別吉梗 這樣它就知道 哦 是啊 會 搞笑 送一盒特別的花給你 什麼特別 它的名字就叫特別吉梗 哈哈哈哈 沒錯 是啊 是 是 這個就是剛才那些花束 這個是 這個就是 玫瑰的自選花束 那些花束 是嗎 是啊 好 我還打算看看黑色玫瑰是怎樣的 其實我未見過黑色的玫瑰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好像沒有客人特意訂過黑色的玫瑰 是嗎 是啊 為什麼 多數都是粉紅色紫色 哦 是啊 但是黑色好像很 切大鏡 切大鏡 黑色好像很特別 是啊 但是真的少人訂 但是那隻黑色是 那隻黑色是真的 真的像你的衣服 你的裙子那隻黑色 是啊 即是常黑的 即是黑實了 是啊 厭的 是嗎 嗯 但是少人訂的 小人訂的 咦 這麼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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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會不會難配一些 即是跟其他花配搭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顯眼 應該說拍照的時候 它好像沉了 因為其實黑色是很難拍得出 還有黑色比較實 是啊 是啊 藍色玫瑰 藍色玫瑰也是染的 比較少人訂 真的 藍色玫瑰是怎樣的 是海藍色 寶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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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些好像很特別 不過藍色玫瑰好像是分手 會不會有這樣的味道 好像是白玫瑰才是分手 應該不會的 應該不會的 比較古舊的花語 白玫瑰是分手 不是淺黃色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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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玫瑰才是分手 說對不起 也會用黃色的 黃玫瑰才是 白玫瑰不是 白玫瑰經常都送的 是啊 這樣總共有不同的花束 但是我們今天花多一點時間 就是講講插花斑 插花斑其實會學些什麼 不是學這些花束 還是學這些花束 其實都是同一個原理 應該這樣說 因為摘花最主要都是有一個 基本的技巧 我們叫螺旋腳 它會做到花束 所以那些屋子都可以 比你平時在家裡可以插到花 什麼叫螺旋腳 就是它的形狀 它有一個方向去插一隻花 就是那個筋 這樣 就是這樣繞著 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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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位 對 我們都會學這個基本的技巧 然後它會怎樣配襯花材 我們會怎樣選花 然後其實你這個東西 已經可以應用到在摘花束 或者在家裡你平時自己插花 插 就是家裡的花瓶插花用 對 沒錯 但是其實做這個 做摘花束和插花 其實那個基本的佈置 佈置的方法是接近的 對 沒錯 但會不會有些東西是不同的 會不會有少少東西是不同的 會的 會因應那個花瓶的大小 或者那個口的闊度 可能損的花材會有些不一樣的 是真的 是啊 因為譬如你的花瓶的口闊一點 那可能我的花就會更豐盛一點 或者我可以選擇的孔是大一點的 那如果譬如我的花瓶本身是窄口 那我就會選一些長型一點的花 這樣 這樣東西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 其實基本上那個螺旋腳的技巧是一樣的 是 那我看到 插花瓶就是 如果限時優惠報名的話 就900元 如果 MarketPay上面報名 就980元 這樣 上課時間有5個 10月2號 10月3號 10月17號 10月18號 10月18號 11月6號 其實都是星期六日的時間 上課時間就是下午2點到4點 下午2點到4點 即是兩個小時 其實兩個小時可以學到多少東西 可以學到最基本的螺旋腳 就是剛才說 那跟著 亦都可以學到一些基本花財的知識 我一直教的時候 一直都會教大家 怎樣可以去處理這些花財 首先 然後另外 就是有一件事 最主要我想教到一些學生 就是你 譬如你收到一束花回去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就這樣扔掉 那然後 那些人可能經常覺得他不耐 因為你是沒有處理過那個束花 你就這樣扔掉 哦 那些人的概念就會覺得 哦 擺三天他借了 但其實花呢 如果你有處理它 譬如你每一天都剪腳 換水 有一些特別的技巧 其實他擺到兩三個禮拜 哦 這束花可以擺到兩三個禮拜 但當然中間有些是不行的 某些花種不行 某些花種不行 還有一些花 可能要看你的天氣 是不是通風 花材本身是否一個耐放的花 刺梗是耐放的 嗯 然後玫瑰反而其實是沒有那麼耐放 特別刺梗會不會特別耐放 可能會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才那麼特別 對 即是特別長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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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可以教 我最主要其實想教 大家都是可以怎樣 將一束花 你收到也好 你自己弄也好 怎樣可以long last 或者自己賣也好 對 或者自己賣也好 對 那你才不會覺得它浪費 其實這是一個謬誤 一定有很多技術 不過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喂 我們繼續賣的 無論是訂花 或者報名 這樣大家 大家繼續 繼續光顧 繼續買東西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講 插花斑 到底會有什麼內容 有什麼技巧 好